好,我想帶你去看一段聖經 公理堂的弟兄姊妹,我們先說一些 如果你過去星期日有在公理堂 你會發覺這段經文就是我們剛剛去過星期日所講的那段經文 我想跟你說,星期日我們被崇拜之前 我們已經選了這段經文想講 跟我們星期日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我要選這段經文講呢? 就是這個經文裡面有三個故事仔 而這三個故事是有連貫的 甚至我可以這麼說,這三個故事連貫起來 都是講國中無王,需要一個皇帝的 這三個故事加起來差不多等於舊約聖經史詩記的翻版 只不過這次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最後有一個君王,有人敬拜他 好嗎? 那我就想大家一起去讀一下這段聖經 我們當然找回我們平時 為我們讀聖經的 雲槍 幫我讀 這三個故事 這三個故事 我就 就是因為他有紫色報,又很有錢 還是什麼,接著又照顧保羅 我就 我 skip 了那個故事 我要你看三個片段 而這三個片段都跟君王有關係 所以跟史詩記有關係 那我叫個大圖畫叫做征服世界的大能福音 OK The world conquering mighty gospel OK 那三點,三幅圖畫三點 你聽完你就明白了 第一是馬其頓的緊急呼求 馬其頓的緊急呼求 第二,保羅驅除希臘的邪靈 保羅驅除希臘的邪靈 第三,監獄裡的大能福音 三樣東西其實是一個故事 三樣東西都跟君王有關係 不是的 馬其頓的緊急呼求結果 他要求什麼呢 皇帝 有人告訴你為什麼要求皇帝 他等於救了個史詩記 馬其頓沒有皇 各人再做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 於是求你派個皇帝來 馬其頓需要個皇帝 OK 第二,保羅是皇帝的路伯 保羅 因著耶穌基督與他同在 驅除了希臘的邪靈 你看到嗎 是君王在趕鬼 第三 這個獄卒在監獄裡聽到大能的福音 於是獄卒信了主 是獄卒伏在君王耶穌的面前 這三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這三個故事有很多地方 我想大家都不太熟悉 所以我想逐一跟大家去看一看 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時間 第一,你要明白這個故事 你要知道一些背景 地理、歷史背景 這個是保羅的第二個宣教旅程 第二個宣教旅程 這個宣教旅程由哪裡開始呢 由Antio開始 保羅接著就去了這裏 他去到這裏的時候 他想去亞洲 這個不是亞洲 是小亞細亞這個地方 就是說他沿著這條路上去小亞細亞 但是聖靈沒有說為什麼 不要亂猜 聖靈就告訴他他不應該去這裏 於是保羅怎樣呢 保羅就經過了小亞細亞 其實是想向東北這裏進發 然後聖靈又說不要去那裏 既然他沒有辦法向東 他就向西 於是保羅去了這裏 在這個Troas這個地方 他就有馬其頓的儀仗 有個馬其頓人 在Troas他在這裏的時候 看到有夢了一個馬其頓人的夫妓 於是他就因著這個馬其頓人的異仗 他就去了肥納比 剛才我們讀過故事 最後是肥納比 那個異仗在Troas前面 令到他進入了 馬其頓的這個大地理環境裏 去了肥納比那裏 你大概有這個印象就夠了 那我現在想和你讀一下這段聖經 就是幾節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直接去讀 這夜間他在Troas的時候 有異仗向保羅顯現 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 在夢裏面或者異仗裏面 有個馬其頓的人求保羅 他說請你過來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OK 我想問問你 他要幫助他們什麼 他沒有說的 但是由保羅的反應 你就知道他其實要他們幫什麼 他說保羅記看見者意象 就立即切法往馬其頓去 應為神呼召我們 這個網門人說可能路加和他一起 傳福音給那裏的人 所以他在夢裏面 這個馬其頓人說你來幫我們 OK 沒說幫什麼的 結果保羅的回應就是他去那裏傳福音 所以那些人要的是什麼 要福音 OK 他不是說你來幫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政治上很困苦 他不是說你要來幫我們 因為我們經濟上有問題 他不是說你來幫我們 因為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健康上有問題 保羅你快點來幫我們 私下神職搞定這些東西 他不是 因為馬其頓人在這個異象裏面 要保羅的福音 這個很重要 現在又要轉一下台 什麼叫福音 福音就是福音 耶穌愛你愛死你那一隻 不是 什麼叫福音 是跟悔悔有關係的 不過 這個東西 我不是很喜歡人背書 我也不喜歡背書 但是這個東西很值得背的 什麼呢 什麼叫福音 福音不是一個普通的好消息 福音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好消息 但是福音不是一個普通的好消息 在2000年前的中東 福音不是一個普通的好消息 在古希臘羅馬文化的世界裏面 福音是一個專有名詞 是一個technical term 福音的意思是什麼呢 福音是指一個君王的誕生 就位登記 戰勝敵人海旋而歸的公開宣告 你可以記住這件事嗎 福音跟什麼人有關係 跟君王有關係 所謂福音就是一個君王的誕生 就是一個福音 一個君王的登記 是一個福音 一個君王戰勝的人海旋而歸就是福音 你馬上把他套進去耶穌基督裏面 你帶他去知道 所以聖誕節是福音 有沒有想過受難節是福音 因為在十字架上耶穌是作王的 如果你看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說 耶穌基督是上十字架不是受苦 是作王的 所以十字架是耶穌的登記 受難節是福音 然後戰勝敵人海旋而歸復活節 是福音 所以整個耶穌基督的福音 剛剛好 當然還要有升天節 我們當它加起來 加起來 所以我們所慶祝的復活節 受難節 紀念的 聖誕節 受難節 復活節 加起來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但你要記得 在當中耶穌基督在扮演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什麼 君王 君王 為什麼我要這樣跟你說 我想要強調的 原來基督徒不是全世界第一班人 用Evangelion 這個詞 這個叫福音的詞 這個福音的詞 是它借人家用的 原來早在耶穌基督 還未降生之前 300年傳說 這是誰 亞歷山大大帝 他是耶穌之前 300年之前的人 亞歷山大大帝 去到每一個城市 佔據了那個城市 他就會派一個先鋒去那個城市 去那個城市 他做什麼 他有一個宣告 公開的宣告 宣告是什麼 好消息 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你的君王 亞歷山大大帝 打贏了 你現在屬於他的 你明白嗎 這是什麼叫好消息 你今生有幸 亞歷山大大帝 做了你的皇帝 其實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凡聽到的人 要苦服敬拜 如果你不苦服敬拜 你會怎樣 你會被斬頭 這個是說 他做了王 所以原來耶穌基督 還未做君王之前 300年 在希臘的文化裡面 已經在用福音這個字眼 而當耶穌基督的門頭 在寫耶穌基督的自傳的時候 他開始說是福音 所以當時的人一聽到福音 立刻想起君王 耶穌基督在聖經裡面 只是扮演一個角色 就不是聖誕老人 是君王 而君王來到戰勝 他是人愛的君王 但是他是要人背改的君王 OK 好 你現在知道這個背景了 所以馬其遁人徹求什麼 君王 所以這個故事不是說馬其遁人 要有人傳福音 說耶穌愛你 愛死你 是說馬其遁人徹 在他的夢裡面 這個馬其遁人 你快點來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君王 就好像史思記 我現在和你研究一下 這個馬其遁人究竟是誰 當然歷史上有很多的猜測 其中一個最普遍的猜測 你大概都聽過 就是這個馬其遁人就是路加 路加當然是想保羅去自己的鄉下傳福音 如果你今天在你那裡鄉下 保羅不如去這裏不去那裏 因為我鄉下是那裏 這個也是一個猜測 但我猜這個不是一個猜測 不是一個正確的猜測 今天你和我問你 馬其遁是什麼地方 你怎麼回答 誰知道 怎麼知道馬其遁是什麼地方 其中剛才讀了這麼多的名字 怎麼知道馬其遁是什麼水 原來對於當事人來說 一想起馬其遁 馬其遁有一個名人 馬其遁有一個名人 那個名人是誰 剛才已經出過來了 馬其遁最有名的人 馬其遁是哪個人的家鄉 阿力山大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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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馬其遁人 你明白嗎 我記得幾年前 我發現阿力山大大帝 是馬其遁人 我簡直很驚喜 我覺得 我立刻有一個新的亮光 去明白這段聖經講什麼 然後我回去跟小孩說 你知不知道 馬其遁有哪個名人 我小孩說 阿力山大大帝 我以為這麼重要的事情 從來沒想過 原來我小孩已經一早知道了 你說這件事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是說這個馬其遁人 是阿力山大大帝 我說這個人 是在馬其遁裡面的人 馬其遁是阿力山大大帝的大本形 馬其遁裡面應該是有福音的 是嗎 馬其遁已經有一個君王 但是這個君王在異仗裡面說 不是真正我們需要的君王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好像說 史詩記裡面說 以色列人國中沒有王 其實是有王的 那個王是蘇羅 蘇羅之後還在做王 不過他跟大衛之後還在爭王 所以說以色列人國中沒有王 不是沒有王 是沒有好的王 馬其遁是有福音的 是阿力山大大帝的福音 阿力山大大帝除了是一個 conqueror of the world 他是征服世界的一個君王之外 他另外一個名字 他是福音的傳遞者 他在傳一個什麼福音呢 他在傳一個當時 大家覺得最正的希臘人的福音 我不知道 你就算不懂哲學 你也帶他去聽過這幾個人的名字 Socratus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就是柏拉圖的老師 柏拉圖就是阿里斯多德的老師 阿力山大大帝其實是阿里斯多德的學生 所以他是承傳了希臘的文化 希臘的福音 所以他傳到去哪裡呢 就把那些文字變成什麼 希臘文 所以為什麼你今天跟我看《新約聖經》的時候 我們在看希臘文 為什麼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當時最厲害最厲害的人 佔領世界 現在影響最大的就是阿里斯多德的阿里斯多德 和他的希臘文化 其實你覺得他很有趣 他33歲就死了 好像耶穌這樣的 但是他其中有些故事 我想你可能聽過 他有一次打贏了波斯之後 他在那裡哭 他就問他你哭什麼 他說我不知道我還有哪個仗可以打 我已經打了全世界 我已經佔領了全世界 然後去到每一個地方 他將希臘的文化 所以你發覺到耶穌的時候 其實是羅馬人統治的 但是有沒有羅馬文的 沒有的 還在用希臘文的 因為希臘的文化 是影響整個羅馬帝國的 而今天竟然在馬其頓裏面 有一個人 有一個馬其頓人 有一個馬其頓人 在那裡呼喊 叫保羅去傳福音 就是說儘管這個是阿歷山大大的大本營 裡面有沒有一個好的軍王 有一個他們需要的軍王 沒有 沒有 很慘 沒有軍王 如果保羅當年去了中國 可能是一個孔子的故鄉 我不知道他的故鄉有什麼 有人說山東濟南 有一個山東濟南人在夢裡叫保羅去 為什麼 因為儘管是孔子的家鄉 我們需要一個皇帝 我們需要一個福音 於是保羅 於是保羅 就由 Troas 進了境 去了 去了馬其頓裏面的菲拿比 有什麼像颱風 那些颱風 就是由這裡殺過進去 黑暗的權勢當中 這是第一個故事 所以我告訴你為什麼 福音進入馬其頓 福音進入希臘文化的大本營 所以這個 我經常都說 路加在寫文學 在寫歷史 在寫神學 在寫這件事 福音進駐到 希臘文化最黑暗 或者最中心的地方 原來那裏是需要福音的 而進去菲拿比之後 保羅行了這個神跡 這個神跡很有趣 這個神跡是 他後來去到那裏討告的地方 有一個希臘的靈蛇附身的子女 你的翻譯是沒有希臘靈蛇的 其實你看看原文 有講過希臘靈蛇為什麼重要 因為希臘靈蛇代表了希臘的福音 希臘的哲學等等 富了人 這個人 這個女人很慘 這個女士 是被人用法術控制著 因為要發財 接著 保羅 他向著保羅喊叫 喊叫什麼 這聲人是至高神的獨人 對你們全港救人的道路 如果你記得之後發生什麼事 就是保羅覺得他很煩 然後保羅一下 把鬼趕了出來 這個故事的重要性在哪裏 這個故事的重要性在哪裏 這個故事的重要性就是 你知不知道 路加除了寫 《士徒行卷》還寫了哪一本書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是Vol.1 《士徒行卷》是Vol.2 上集下集 原來這隻鬼 有一隻鬼叫至高神的獨人 這隻鬼 在路加福音已經出過來了 在路加福音在哪裏 《士徒行卷》 《士徒行卷》 好像在那裏講過 我講格拉森的故事的重要性 就是耶穌是越級挑戰 因為格拉森再不是猶太人的地方 耶穌現在去了外邦人的地方 而他趕了一隻外邦人的鬼 現在保羅 保羅是什麼 不是至高神的兒子 是至高神的伯仁 帶著耶穌來 闖進希臘最黑暗的地方 去做什麼 趕鬼 你看到嗎 他在講這個福音 現在在哪個身上 在士徒的身上 在初期教會的身上 進入最黑暗的地方 但我想你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個福音趕鬼的當中 如果你記得格拉森的故事 是將這隻格拉森的獸人恢復了人性 你記不記得 他本來這個人是不穿衣服的 他是一隻野獸 但結果耶穌令他平靜回來 變了一個人 所以路加寫的一個什麼神學 就是什麼叫做拯救 什麼叫做得救 是humanization 就是說當我們還沒信主之前 我們全部都是受性的 當然你說不是 我很civilized 我每天打胎 穿西裝 那都是可以很受性的 你回到工作 你發現你的工作是完全受性的 包括你自己在來 你們被什麼支配 你記得那個女生是被金錢支配的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被金錢支配 你想真點 你為什麼要做你的工作 等等 而什麼叫救恩 救恩是humanization 變成將一個人 從一個受性 去恢復 變成真是一個人 我想和你分享一點點 就是 你去看教會歷史裡 你發覺 好的見證 我們現在的見證 完全是不到位的 我們的見證就是 生癌症 不生癌症 完全和這個humanization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機會去想一下 教會歷史裡 有一些人 他們的見證